哦哦哦哦哦哦 有两警察转转迷 哈喽大家好 我是火箭少女101吴轩怡 我们又见面咯 马上就要到春节了 那今天我们就来聊聊 过节这件事情吧 第一 今年春节我会在 如果要是 时间安排 那天没有事情的话 我当然是想回家 陪家里人一起过节 二就要过春节了 有没有想家 上一次回家是什么时候呢 嗯我去年春节 因为要回归 所以呢很可惜 没有回到家里面 陪家里人一起过节 但是这一次的话 尽量争取 然后跟家里一起过一次节 上次回家 可能是在九月份左右吧 第三 作为南方姑娘 介绍一下自己家乡春节 是怎么过的吧 我们 其实我是一个南方姑娘 所以呢 呃我记得小时候 大家都会就是 家里亲戚都会去到一起 去做一个特别丰盛的 呃晚饭 其实就是一整天都不吃饭 然后就到晚上的时候 就大家一起聚在一起 就是很大一桌的 呃吃的 然后就一直到 呃十二点 然后等那个春节的那个 铃声响起那种 就是看春晚那种 还蛮有气氛的 我要变成万人迷 哦 哦 四 现在还会不会收到 压岁钱 哦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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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的话 我是给家里人发了压岁钱 哈哈哈哈 要变成万人迷 五 小时候和长大以后 过节 对于过节这件事情 对自己有什么不同的意义 呃 小时候吧 就觉得说过节 可以跟好多小朋友一起玩 然后呢 也可以收到压岁钱 还可以跟大家 呃 一起看春晚 然后小时候觉得 过节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 呃 节日 长大了以后呢 可能就是比较想家吧 因为就是长大了以后 呃 自己有一些自己的小梦想 然后呢 可能就离开家里面 就 呃 还蛮想家的 所以呢 就在这个部分上面 可能会有一些变化 六 二零一九有什么愿望呢 呃 我希望我的二零一九呢 就是天天开心心顺顺利利 然后不要因为任何事情呢 困扰到我就OK了 今天等待你就好 然后呃 希望能够有自己的呃 优秀的作品 然后自己也会好好努力 好啦 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啦 企鹅FM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火箭少女101 吴轩一 新年到了 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 越来越美丽 身体健康 所有愿望都能实现 祝大家新年快乐 祝事顺利 我们下期见 拜拜 那光就是我 好大家好 我是火箭少女 吴轩一 轩一 再次给大家拜年了 祝大家新年快乐 祝事顺利 猪元育润 青春有助 猪连离合 猪是无压力 猪多喜事精神爽 过年期间节目不顾 平坡 记得每周五晚上十点 收看这家微信 我们见到这里